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今早到访中国商务部 展开他中国型的第二个工作日 马斯克是在昨天搭乘私人飞机抵达北京 并会见了外交部长秦刚 马斯克今早在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陶林 以及全球副总裁朱晓彤的陪同之下离开酒店 当被记者追问此行目的和特斯拉在中国的前景时 马斯克拒绝回应 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照片 马斯克昨天晚上还和全球动力电池巨头 特斯拉主要供应商 明德时代的董事长曾玉群共进晚餐 随后双方都没有回应照片的真实性 另外消息人士指出 马斯克预计在这个星期内会见其他的中国高级官员 并参观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 但是具体的行程依然是个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上海的工具 参观者的总裁 为了实力电池经典官员